7月30日早晨 三架烏克蘭的自殺無人機襲擊莫斯科市區 這裡要註明不是莫斯科近郊 是莫斯科市中心的金融區被炸 這並不是第一次莫斯科被烏克蘭的無人機打擊 不僅造成莫斯科市民的恐慌 同時往返莫斯科的班機全面停飛 儘管俄國國防部宣稱在這次的襲擊中 有一架被防空系統擊落 另外兩架被干擾墜毀 但是無論俄國政府如何辯解 都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烏克蘭速度緩慢 沒有逆蹤的中型自殺無人機 有辦法飛越數百公里的距離 突破絕大多數的俄軍防空系統 飛到莫斯科的市中心 有人可能會好奇 烏克蘭也天天被俄軍空襲轟炸 為什麼打到莫斯科就要大驚小怪 為什麼同樣被攻擊 為什麼只檢討俄軍的防空系統有問題 這主要取決於看事情的角度 首先因為烏克蘭的國際處境非常困難 再加上本身的軍事資源吃緊 所以每次打擊歐國本土 可以使用的武器種類選擇並不多 也沒有辦法如同俄國大規模的使用 各式飛彈和無人機重點打擊烏克蘭城市 俄國理論上有大量的巡弋飛彈 以及高科技的極硬素飛彈可以使用 而烏克蘭只有無人機 有機會可以飛到數百公里遠的莫斯科 再來烏克蘭的防空體系 理論上要遠遠比俄羅斯 在數量和質量上處於弱勢 舉例來說烏克蘭目前只有兩套愛國者 250輛S300發射車 70輛通古斯卡 以及70輛三毛舉 而俄國這邊有2000輛S300發射車 150套鎧甲 250輛通古斯卡 250輛Tor M1 440輛三毛舉 這邊還沒有算更先進的S400、S500 這代表俄國有接近10倍的防空能量 但是卻擋不住數量少 科技含量低 速度緩慢的無人機攻擊 這對於俄羅斯民眾的士氣有很大的影響 原本只是平民會徵兆去前線犧牲 現在就算你再有錢再有關係 你都還是可能在莫斯科最繁華的金融中心被無人機炸死 又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就繼續來聊聊烏二戰爭的最新戰況 烏軍是否會在接下來幾天衝擊俄軍的主要防線 在戰場南線的羅伯坦村發生大規模的交火 儘管烏克蘭派遣47機械化旅以及118機械化旅 在往南推進的過程中取得大約10平方公里的陣地 但是想要快速的奪下羅伯坦村可能並不容易 除了羅伯坦村本身就有重兵駐守 又有城鎮防守的優勢 城鎮的東側就是俄軍的主防線 也就是說如果烏克蘭成功的突破東南側的防線 就代表俄軍的主防線首次失守 同時這裡的突出部也是目前最接近南部大城梅利托波爾的地區 現在看到的這條主防線是俄軍花費超過半年的時間建立的 這代表如果烏克蘭可以成功突破主防線 後方陣地的突破就會相對簡單 當然這也代表烏軍的補給線會逐漸拉長 也會給予俄軍更多切斷增援的機會 位於巴赫姆特南部的作戰越打越烈 現在基本上確定烏軍已經把巴赫姆特南方的戰線完全拉直 南部的兩座城鎮卡里西夫卡以及安德里夫卡 都有戰報指出俄軍已經開始往後撤 烏軍確定成功跨越卡里西夫卡西側的河流進入到城市中 以及烏克蘭特種部隊的清角 緩慢但是持續攻下俄軍一道又一道的防線 這裡主要有了俄軍的83空中突擊旅 72機械化步兵旅以及第11突擊旅死守防線 當地的俄軍指揮官因為不滿高層沒有提供足夠的後援 頻繁的批評國防部的作戰方針 結果沒有意外的當場被撤職 臨陣換將可以說是兵家大忌 反正這也不是俄軍第一次犯下這種低級錯誤 除了烏軍的持續推進之外 俄軍為了想要牽制烏克蘭的預備隊 所以決定在戰線的北部進行大規模的突破 俄軍準備了數十萬的部隊以及上百輛的戰車 打出一個長達15公里的正面 俄軍這次的戰術是利用前線陣地綿延的樹林向前挺進 避免在開闊地形中被烏克蘭的砲兵打擊 同時可以躲避無人機的偵查 然而這樣的樹林只綿延了大約兩公里左右 接下來開闊的田野就必須要動用到更大規模的裝甲部隊協同推進 同時因為這附近有許多濕地以及小河流 所以俄軍儘管小規模部隊可以靈活的在樹林內機動 但這俄國後勤單位會面臨許多難以解決的困境 成為北部戰線的主要突出口 烏克蘭在過去幾天從附近調拍更多的火炮到前線附近 同時更密集的監視俄軍的動向 確保搶下新陣地的俄軍部隊沒有辦法有效的獲取補給 烏克蘭想要奪回丟失的前緣陣地必須要非常小心 畢竟現在的主要目標還是在南線撕開防線 來切斷對克里米亞的補給 烏軍必須要運用僅有的資源進行反攻 太極很容易損失慘重 太慢又很容易被後方的重炮打擊 烏軍的反擊主要分為北中南三個方向 分別在前幾天奪回了北方的小鎮 中部的新霍里夫卡以及城鎮南部的田野地區 接下來的幾天對烏克蘭將會非常重要 烏軍需要在俄軍還來不及建立陣地之前奪回防線 烏克蘭目前的主要目標還是切斷克里米亞的陸路交通 所以主要的攻勢還是會專注在南部防線上的突破 除了要切斷俄軍的補給 突破俄軍的三道主防線之外 另一個重點就是切斷克里米亞大橋以及南北向交通樞紐 烏軍數週前成功重創克里米亞大橋導致大賽車 直到現在橋面都還沒有完全修復 只有部分車道保持暢東 除此之外在周日稍早 烏克蘭成功襲擊 喬爾加橋樑 現在造成嚴重的交通堵塞 這是通往俄軍前線的重要橋樑之一 馬卡利夫卡在反攻開始之初就迅速的被烏克蘭連續攻下三座城市 但是當俄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之後 陸續在這附近增援 不僅想要守住防線 同時還想要把被奪回的陣地重新奪回來 但這俄軍這樣的夢想並沒有成功 烏軍在過去幾天兩線進攻 打下斯塔瑪爾斯卡以及普利尤特內北邊的陣地 儘管普利尤特內還沒有辦法完全攻下來 但是北部的前沿陣地已經激烈交火數天 而西部的陣地也在前幾天被烏克蘭拿下 為了要守住河岸西部這90平方公里的唯一城鎮 俄軍開始大量的增援城市附近的其他陣地 烏軍現在主要依靠74偵察營以及36海陸旅 進行北面和西面的強攻 再搶下斯塔瑪爾斯卡的第三特種作戰團 以及位於更北邊的第31機械化旅 同步對城鎮西側的守軍施壓 理論上不需要幾天的時間 普利尤特內西側16平方公里的陣地 就會被烏軍拿下 而普利尤特內的失守也只會是時間問題 至於瓦格納是否有可能從波蘭北部 打到加里寧格勒 我個人認為機率極低 瓦格納想要打入波蘭就會需要大量的重裝備 然而在政變失敗之後 大部分的重型裝備 像是主戰車、裝甲車或是防空車 都被俄國國防部接收 也就是說如果要取得重裝備 就會需要白俄羅斯地面部隊的支援 然而如果是瓦格納和白俄羅斯部隊同步進入波蘭 那就會直接觸發北約的集體防衛權 白俄羅斯與北約正式宣戰 俄羅斯打過烏克蘭都可以打成這樣 你覺得白俄羅斯跟北約打起來會是甚麼樣子 這個畫面太美了難以想像 就算白俄羅斯只跟波蘭打起來 北約其他國家完全不需要介入 白俄羅斯還是一點機會也沒有 波蘭不只現役部隊人數是白俄羅斯的三倍以上 還大量換裝最新的北約裝備 而白俄羅斯最強的主戰車只有5輛T72B3 其他都是更老舊的T72 沒有T90沒有T80U 如果真的打起來可能會比波斯灣戰爭的情況還要更慘 烏克蘭的反攻之路非常艱辛 但是已經可以慢慢看到成果 在影片結束之前來看看這位開心的烏克蘭戰士 儘管因為砲擊被活埋 但是還是笑著說出這真是一場大冒險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感谢观看